安装环境就在这里 第二个的话 讲义我刚刚提到的 讲义如果说你需要一个讲义的部分的话 这边有一个 你可以把它下载 它是一个PDF档 或者你在云端上 就是在你的平板上面也可以看 里面我有提到就是相关的东西 其实到底上这个是也符合前面 就是这个比较早之前做的 不过其实基本上跟我们课程也是相符的 里面包含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部分是 安装环境 设定这边都有 OK 不过这个讲义 可能编 它有点时间性 不像说云端白板 另外有一个地方是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跟讲义有什么差别 因为讲义 可能没有办法 那么经常性的更新 所以这个讲义可能是几个月前做的 云端白板的话 好处就是说 如果我每上一次课 我可以去update里面的东西 所以云端白板上面有点像一个即时的讲义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像建置python的环境 你可以打开这个 相关的东西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如果你已经刚刚做好了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按照我刚刚讲的 然后打开来 不过我们这边刚刚打开来的时候 那个equipus里面没有错误讯息 不过如果将来 你回到家 假设打开来之后发现 它有个错误讯息 打不开的话 那可能就是你没有装java的什么呢 一个执行的环境 OK那怎么办呢 你可能要去装java的东西 OK那去哪边找 我记得好像在 如果你回去 安装环境里面 我有放一个什么JDK 你就把这个JDK 把它装起来就可以了 这个JDK的话呢 基本上 我印象中应该是装哪一个 装这个吧 i386这一个 OK 所以如果你回去 假如说遇到有那个 执行equilibus的时候发音错误的话 你就把这个下载 然后把它 安装起来 那就不会出现 这个可能 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 如果你遇到 大部分其实 应该是OK 好啊再来的话呢 还有一件事情 第二个部分 就是说 刚刚我们已经把 那个equilibus 这个环境给执行起来了 OK 然后执行它 可是呢 特别注意哦 那workspace记得要改一下 放在第一点底下的这个目录 所以以后呢 我们写的程式都放这里 你要备份的话 从这边去备份 接下来的话 它就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下一步要做什么 记得哦 特别注意哦 请你把这个workout关掉 插插 OK 不过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叫equilibus OK 然后它本来是写什么用的呢 其实它主要是 本来是写java用的 那只是说 我们把这个写java的环境 拿来写python 可不可以 可以 其实也就是你将来 如果你要拿这个来 写java 也是OK的 两用的 OK哦 但是呢 问题是呢 你需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告诉它说呢 你这个环境里面呢 会用到的python的函事库 所以我们刚刚有解压出另外一个目录 有没有 这个目录名称叫什么 叫python的374 374呢 指的是它的版本是3.74 OK 也就是说呢 这个是python的相关的函事库 那可是问题来了 它目前 equilibus 不知道 这个python的函事库位置 所以你接下来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告诉 equilibus 说 我现在要写python 然后呢 请你帮我把那个python的函事库引用进来 将来我写的程式 才能够去run 那个python的东西 我的话没办法run 那怎么怎么设定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做一次一个看 请你在什么 window window里面的话 记得有一个这个 这个prefurness 这个等于是算是什么 算设定 就是你在设定里面 找到什么呢 找到特别重要里面 请各位找到 在设定里面 有一个叫做py开头的 pydiv 这个pydiv 里面的话有一个叫做interpreters interpreters里面 还有一个叫python的interpreters 所以其实还蛮 这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不过我在云端白板上面 也要把这个画面截图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 你可以到云端上面找一下 所以特别说 在设定里面找到这个 interpreters里面的这个 那接下来的话 你就告诉他说 我这边记得把刚刚 我们低叠里面的那个python 路径告诉他 所以怎么做呢 这边有个叫browse for python 跟他讲说我的python在哪里呢 点这个browse 浏览 他会跳出 然后跟他讲说 我的那个目录是在低叠底下 所以也许你就点低叠 低叠底下有个python的3734 主要是找哪一个呢 特别说 找这个目录里面的一个exe 他有两个 记得没有w这个 就找这个 跟他讲说 我的python的执行程式在这里 所以你就给他 点选他这个地方 按开启就ok了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按一个ok 他就会帮我怎么样呢 找到里面所有的函事库 这个有所谓dl 动态连结的函事库 然后 lib指的应该是library 就函事库 还有什么呢 size的package size的网站上面的package值的套件 也是网路下载下来的所有套件 那通过找到了 反正你按ok就对了 我只是跟各位讲 里面有这四个目按ok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 你们底下还有个什么 相关的版本 反正这个主要就是已经找到了 按apply and close 这个时候呢 你就完成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把equilibus 这个开发环境 跟python 把它怎么样 串在一起 对不对 你回到家也是要做一样的事情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 那如何写程式 特别说 new 有没有 一个project 不过 特别说 请各位注意一下 不是java的project 那请你要先选other ok other里面的话 选py div 那我们找一下 有没有一个叫什么 py div 的project 记得要选这个 它长得比较像蓝色 有没有 蓝色有点像一个蛇的这个 后面我们待会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把 什么 equilibus跟那个python的环境 先把它串在一起 那待会我再教各位怎么样 开始撰写程式吧 ok 方便先切忘给各位